坐在车子里面等人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短的时候几分钟 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几个小时 天气热坐在车子里面 开个空调总要开的对不对 那废油我是知道 那我就这么怠速 一个钟头到底会用掉多少汽油呢 今天我们来试了一下 我们用的车子是雪佛兰2017款 克鲁兹自动挡1.5的排量 那我们首先到加油站把油加满 一直加到跳枪 然后看时间下午3.7分 接着呢我们把车子停在加油站 旁边的停车场 这个距离非常接近 所以说我们这个停车场 开到加油站的这个油耗 我们就基本上忽略不计了 空调打开 制冷中间档位 风速三档内循环 发动机怠速 然后我们就打开计时机等一个钟头 那一个钟头过去之后 我们看现在下午4.06分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再把油加满看看还可以加多少 那这次加的过程非常短暂 3秒钟就跳枪了 那加油机上显示加了2.4升 17块3毛7 那对比一下 科鲁兹这个车子平时的油耗 百公里大概是9个左右 我们怠速一个小时 相当于跑了27公里 这么一算不是一笔小钱 不过不同的车子怠速油耗 肯定是有差距的 那我也找了一点资料 你比如说斯科达克迪压克 2.0T怠速一个小时 费油大概是1.6升 丰田智响1.5升 怠速一个小时大概是1.4升 这个就比科鲁兹要低不少 所以说短时间怠速等个人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长时间怠速 夏天又热发动机 又会出现散热不太好 排放有可能差 甚至都有积碳的这种情况 总之来说没什么好处 如果要等很久 你还不如熄火 找个地方买杯星巴克 又省钱又方便 那说到这个油耗 实实在在和钱有关系 对吧 那我们买车的时候 它上面不是贴了个小黄纸的吗 上面写着油耗多少多少多少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开出那么低的油耗来过 对不对 这个老司机经常说的那些省油技巧 比如胎压高点能省油 空档滑行能省油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开空调 我刚才试了怠速 那会费那么多油 开起来的时候 到底费多少油 你想不想知道 也给你测试出来了 关注我的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油耗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准备一段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开空调比不开空调 多费多少钱 胎压高一点 是不是真的能够省油呢 小黄纸上的这个油耗 为什么我们永远是开不出来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恢复关键词 油耗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